变春 嗨 大家好 今天咱们介绍一个小家伙 他今天要洗个澡 然后明天后天吧 安排去上海 这个客人呢 订了一只小科技 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出生以后就订好了 然后一直等啊等啊 等到现在三个多月过去了 终于可以接回家了 不老实啊 以前我们曾经说过 小狗在去新家之前 尽量都让他洗自澡 就是为了让他适应水 适应洗澡 适应那个吹风机的声音 然后呢 除非是遇到一些天气 特别不好的情况下 我们不会给小狗洗澡 为了安全着想嘛 今天咱们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只小幼犬 从小到大的过程 尽可能的让它提前去接触 各种事物各种声音 那这样的话 对于以后它的适应能力 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曾经我们遇到过 如果一只狗啊 从小到大没有洗过岛 当它有了一定的反抗能力之后 你再想给它洗澡 是非常困难的 科基犬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领悟能力比较强 它的你看 无论是服从性还是训练程度 它都非常高 它要比柴犬更加容易训练 有些人喜欢柴犬 是觉得柴犬的样子很猛 但是你真正的跟它接触起来 可能会知道 它让它学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是换回啊 各方面训练都会难度稍微大一些 这就是不同的犬种 它的工作特性 那科基犬作为一种木牛犬 它既然可以胜任这份工作 那肯定是有原因的 别看它腿比较短 但是跑起来非常快 同时科基犬呢 也是一种颜值担当 你看 是不是特别可爱 小科基我觉得特别萌 咱们见到的科基犬 主要是分两种 一种是彭布洛克威尔士科基犬 另外一种是卡迪根威尔士科基犬 而卡迪根呢 咱们很少见啊 它因为它是陨石色的 通常是刘尾巴 它的体型呢 跟它们的体型的比例 稍微有一点点差距 那我放两张图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 上面这张图呢 就是彭布洛克威尔士科基犬 也就是我们所反育的这种 而下面这张图呢 就是卡迪根威尔士科基犬 大家看一下 有明显的差距对吧 走吧 咱们带他去洗个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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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伯母 我怀疑这不是一只狗 这是一只兔子 把草全吃 有些人经常问我们 想要养一只比较聪明的狗 每次一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提到的第一就是边墓 不过以我们的经验 就是一只狗 它到底是否聪明 不能取决于说 它这个智商排名 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的 因为在侧狗的一些 智商的项目的时候 因为那些项目正好符合 某些犬种它的工作特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狗狗的智商排名当中 前几名的狗 要么就是工作犬 要么就是牧羊犬 你但凡去看吧 大多数就是这样 因为什么 因为它的工作需要 就要求它去做这些工作 那反过来说 如果像哈士奇阿拉斯加 像这种狗呢 它就是卖利息的 它就是喜欢奔跑 这就是它的天性 而拉不拉多呢 它们是巡回猎犬 也是需要一些工作特性的 那咱们说科基 科基作为一种牧牛犬 它的领悟能力比较强 就我们的所有的权种当中 我觉得除了拉不拉多好训练以外 就是它了 这就是优势 科基小短腿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小短腿 就是因为它的工作特性 需要让它穿梭在牛群当中 我们希望所有的小幼犬 到新家以后呢 都会受到新主人的悉心照顾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 这个这些新主人 多跟我们反馈和沟通一些 关于它的问题 无论是喂养问题也好 还是训练问题也好 一来呢 这属于我们的责任 第二呢 如果你经常给我们 反馈它的信息 这也证明啊 你特别喜欢它 特别在乎它 好了 今天就到这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